放手 不放 你确定 我确定 我教他的是剑道啊 这明明是柔道嘛 龙儿一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就是不想让你走吗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没说结束 就不算结束 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你都不能反省一下吗 我心里已经没有你了 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来 打扰我的生活 静梅 静梅 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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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别躲着我 别自己扛下所有的压力 求你了 我什么都可以放弃 你别再自作多情了 你别再自作多情了 我不爱你 从来没有爱过你 你听清楚了吗 放手 我不 我不会放手的 你放开我 我 这就是靠近我的代价 这就是靠近我的代价 靳梅 我不会放弃的 各位同学 先停下啊 我来介绍 咱们班呢 新来了一位同学 他是来自本城的龙日一 大家欢迎 龙同学 现在呢 咱们班呢 就最后一排有位置 你先坐 如果你不满意的话 那就再调整 不如 现在就调整吧 那你想坐哪儿啊 你 跟他换一下 你 你们俩换一下 你 最后讲 我近视 坐到后面我就看不清了 不好意思 你的意思是 上课了 还打游蟹 快去吧 老师 我顺利好 我可以坐后面 张靳梅同学 我个人建议呢 这个座位还是由你来坐 因为你不坐 好像没人敢坐 好 靳梅啊 原来你们认识啊 既然认识啊 那你以后要多多照顾新生哦 同学们 开始自习吧 龙儿一 学习上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问我 在学校遇到麻烦 我照着你 龙儿一 你是什么姓做的呀 龙儿一 龙儿一 进来 有事吗 老师 我要转班 转班 为什么 我不想和龙儿一一个班 张靳梅啊 你听我说 在我心目中呢 你可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怎么能做出排挤新同学的行为 再说了 像龙儿一这么一个优质的好学生 我们应该欢迎才对呀 优质 是谦逊 谦逊 你回去吧 转班的事 不予批准 老师 我们就上课吧 去吧去吧 这个龙儿一 空降插班也就算了 还让班主任这样维护他 他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去呀 这是什么运气啊 居然空降了个龙太子 转大了 老大 请 对了 靳美呢 找到了吗 我 我们忘了这个事儿了 光找车回来没看见大嫂人 让你盯着大嫂 你怎么不听好呢 你放了学就跑 然后就没影了 怎么搞 大嫂跑得很快嘛 老大 我有一个主意 找个机会 在大嫂的手机里 放一个定位装置 这样大嫂的行踪 就随时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了 不行 我来这儿是干吗的 我来这儿是把他回去的呀 我是要用我这颗心感动他 知道吗 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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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去 进去说进去说 老大 老大 往去哪儿 沿着大街小巷给我找 找到剑本桌在哪儿 出发 你 这也叫车 我的头还叫 老大 你急着 太高速度就骑上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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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这条龙又在搞什么飞机呀 龙少爷 您的面已经好了 小心烫 怕你在这里吃的不习惯 我呢 特意把本城的师傅叫来 趁热吃吧 绝对不可以 你们之间再也无法往回了 这碗面 碰都不要碰 不需要 没有你的日子 我吃的比过去好 睡的比过去香 不管你怎么说 不 我都不会走的 所以呢 你还是吃了吧 你不需要这样 我跟你不可能的 干嘛呀 这干什么 什么情况